实验室爆炸时 本以为结婚两年半的妻子会先救我 可没想到 他冲进实验 为了他的学生 对我的呼救不闻不问 我和妻子柳如烟的学生纪云 同时被困在里面 我因吸入了太多的化学气体 而中毒晕倒 但他却在忙着裴纪云检查 他那被蹭伤的手背 任由我被火焰中 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妻子离婚 他以为我离了他 活不下去 他错了 为了我的幸福 我有多远跑多远 轰实验室发生了爆炸 我和妻子的学生 一起被气浪掀翻 空气里出了刺鼻的 各种化学试剂味道 还有火烧起来的灼热 我的头刚好撞在墙上 我整个人几乎晕过去 有东西倒下 砸在我腿上 半昏迷中 我看到妻子的身影 他披着湿毛毯 急匆匆冲了子来 我张了张口 竭力向他呼救 柳如烟快把窗户砸开 他静止掠过了我 冲向寂寅 寂寅的手有些微红 高喊道 老师救我 柳如烟一把抓住他 你没事吧 然后把毛毯披在他身上 赶紧出去 里面很多试剂 还会爆炸 我用尽全身力气喊出声 其实声音很微弱 柳如烟 他完全像没看见我一样 紧紧抓着寂寅的手 冲出了房间 有火苗和浓烟将我吞噬 我眼睛里看到最后的画面 是他们紧紧相拥着 冲向了光明 最后的一个意识 有穿橘色的身影冲进来 还有巨大的爆炸 我的世界陷入了黑暗 他在照顾那个纪云 纪云不是没受伤吗 师母说他手背的伤 还有点有血 不能离远 老师都伤成这样了 他都没出现 只照顾一个男学生 这师生关系 可真是非比寻常 你闭嘴吧 我因为吸入太多的浓烟 而且烟雾中 还有很多化学试剂 在火中发出的刺激气味 导致我有轻微中毒 恶心头晕吼吐 而我的手和腿 因为爆炸时 被重物砸伤 被包扎得严严实实 医生说 你的手和脚恢复 还要一段时间 而且因为 你吸入太多浓烟 可能后面 你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抗扫 要注意定期复查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我的几个学生轮流来照顾 而柳如烟 从头到尾 一直没出现 只有一次 我的得意门生 为我打抱不平说 师母对纪云也太好了吧 就一点皮肉伤 都照顾那么久 老师住院这么久 他都没来过 我真替老师不止 纪云是柳如烟带的研究生 从做他学生开始 柳如烟很欣赏他 说他懂事 嘴甜 又细心 会注意他胃不好 爱吃甜食 喜欢喝咖啡 但是 这样的一个学生 却经常在做实验的时候 气敏乱放 用剩的试剂 不按操作规则处理 随意往水逃到 因为他的不严谨 我批评过他很多次 每次柳如烟都开脱 帮他开脱 这次的火灾 就是他的试剂的残余混在一起 发生化学反应 造成爆炸 我出院那一天 我没通知任何人 自己打了车回家 鞋都没来得及脱 急忙跑过来扶着我 老公 你怎么一个人出院了 我刚上课回来 你怎么不先通知我 我看着他着急和关心的表情 想到他半个月没出现 可能真的上课太忙了 我刚想说话 不然鼻尖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 那是一款男士的古龙水味道 很特别 是我们实验室一位学生 国外旅游回来买的 每人送了一瓶 而季云的那瓶 正是这个气味 我的心酸涩的揪作一团 重重地落到谷底 这个气味证明了 他一直和季云在一起 我一阵恶心 轻轻拔开他 扶着我的手 自己慢慢坐到沙发上 捂着嘴咳了几声 柳如烟给我轻拍着后背 医生怎么说 我冷静地说 吸入太多浓烟 里面还有些化学品的成分 会恶心头晕吼吐 持续咳嗽 手和脚都受伤 需要几个月恢复 他咬了咬唇 轻声说 我不是故意不去看你 那个季云 年纪轻 没家人 在这边 所以我就多照顾了他一些 我问到 他受伤严重吗 柳如烟皱着没看我 你什么意思 是觉得他受伤没有你严重 所以我不应该照顾他是吗 沈瑞 你现在是抓着一点 不依不挠了是吗 我不就是先救了季云 没先救你吗 你现在不是也没事吗 而且 你当时被压在重物下面 我也挪不动啊 不能大家 因为你全困在里面了 后面不是有专业的人员 进去救你了吗 你还要怎么样 我的心痛都不能呼吸 如果不是有专业救援人员 进去把我救出来 我现在 应该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吧 我的死活在他眼里 不过轻描淡写一句话 我可得捂住胸口疼 我抬起眼看着他 他眼睛里带了一丝躲藏 我开口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柳如烟一下站起来 把我手里的水杯抢过来 往桌子上一顿 离婚 就因为我没救你 你现在不是也没有大事吗 因为可几生就离婚 你真的别以为受点伤 就可以高姿态地和我说话 我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我不和你计较 你自己好好冷静一下 说完 他转身拎起自己的包 平把门甩上 出去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心中一片冰枉 我们从大学就在一起了 这么多年 在他眼里 竟然还比不上一个新来的学生 我打开手机 联系了律师 请他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合同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还没有生意 却等来了一个意外之客 继云看我开门 自己走了进来 看着我说 沈老师 对不起 我是来道歉的 都是因为我你和刘老师 才吵架的 都是我不好 要怪就怪我好了 他可怜巴巴的看着我一眼 说 我当时手被虎头伤了 所以我看见刘老师进来 救我们 我就没忍住 我应该让他先救你 毕竟你是他的丈夫 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就先走了 应该留下来陪着你一起 要不我来照顾你吧 沈老师 毕竟你是因为留下来陪我做实验 才遇到爆炸的 刘老师最近照顾我已经很辛苦了 我不想他再这么来 我看着他手上那光滑的 完全看不出 一丝灼伤痕迹的手背 开口 你确实应该对这件事负责 季云 你屡次违反实验室的操作 守则导致实验室爆炸 爆炸跟他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他负责 柳如烟正好打开门 听到我的话 马上反驳道 他走到我面前 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沈瑞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就因为一件小事 你现在是要把责任 推给一个涉事未深的学生 你这样做 称得上为人师表吗 你配做一个导师吗 我感觉到身心俱疲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柳如烟 我的生命在你眼里 是一件小事是吗 柳如烟 我跟你说离婚是认真的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柳如烟冷笑一声 抱着手看着我不停地咳嗽 点头 又是受伤 又是离婚要挟 行 沈瑞 你不就是想要我内疚道歉吗 我和你道歉好吧 对不起 行了吧 小气美 在她的眼里 我是一个为了一以私欲 为难她最心爱的学生 为难她最心爱的小男人的那种 我不想再多说 边咳嗽边说 柳如烟 如果你不想离婚 就被季云接了过去 她走到我身边 假惺惺劝道 沈老师 你真的别生气 你说实验室爆炸是我的原因 好好 是我的原因 我去找负责的老师承认 你别和刘老师吵架了可以吗 都是我的错行吗 我看着这对狗男女的嘴脸 再也遏制不住目 伸手就把水杯摔到了地上 喷的一声 玻璃碎片飞溅 一如我们破碎无望的火 柳如烟一把拉住她 承认什么 她无理取闹 根本不用理她 我们到了门口 她一回头看着我 你不是想离婚吗 好 你说什么时候 我准时到 反正我们也没孩子 没有什么可分的 你定好时间通知我就行 说完 拉着寄云头也不回地走了 实验室的爆炸不是小时 学校成立了小组 开始彻查 很快 学校小组负责人电话找到我 问我是不是因为操作失误 把容器混在一起 到水槽导致的爆炸 我愣住了 我 主任 我工作的严谨 你是知道的 我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主任和我同时多年 也深知我的为人 她含糊的透露 我也不相信 但是你知道 柳如烟去找了校长 说当时是你把事迹残余 混在一起到水槽 才导致的爆炸 因为她那天和你吵架 你心情不好 所以工作出现失误 她是你妻子 她总不会陷害你 所以大家都相信了 是你的原因 你有什么证据 可以给自己澄清的 你尽快提交吧 主任严静于子 她是看着多年的同事情分 和我透露的消息 我放下电话 几乎崩溃了 柳如烟 居然为了帮季云 掩盖她的失误 边照谱 把责任全推在我的手上 她说 因为她和我吵架 导致的分心 而操作失误 没有人会怀疑 她说的是假话 当时实验室 就只有我和季云 唯一可以证明 我清白的是 实验室里的监控 但是因为爆炸 摄像头也已经坏了 现在除了季云 自己站出来承认 否则这个导致爆炸的罪名 就落在我头上了 我给柳如烟打句电话 她在电话那头 阵阵有词 季云说了 那个事迹的残余 是你倒在一起了 你不能因为自己是老师 就把罪名夹在她头上 你知道 如果诬陷是她做的 她可能连毕业都成问题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沈瑞 自己做错事 就要自己承认错 不要以师长的身份 来威胁学生 我希望你 能够担得起老师这个名称 我愤怒地说 柳如烟 你对季云的感情 已经远远超过一个老师 对学生的感情了 而且 季云有多少次 你是老师 就算你承认了 是你导致的爆炸学校 也不会把你走了 但是如果这是发生在季云身上 他是会被开除的 他还没毕业 你远心看到他前途近毁了 说完挂断了电话 在学校的网站上 爆炸事件发酵得非常快 舆论一片倒的 在批评 我不配为人师表 这样的人 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 他是怎么当老师的 最恨这种不正之风 学生碰到这种老师真倒霉 强烈要求学校 开除这样的老师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站在我这边 我教过的学生 平时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他们都相信 我不是这样粗心大意的人 因为网上舆论太厉害 刚好我受了伤需要休息 学校给我了三个月的假让我休息 我回校办手续那天 有些人知道 围在办公室楼下喊 让吴良老师滚出学校 纪云在楼下劝他们 你们不要这样 老师不是故意的 他也受伤了 同学 你都受伤了 还帮他说话 我走出办公楼 有学生回过来 纪云忙 挤到我身边 老师 他们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解释了 你不是有心的 只是那天心情不好才会出错 我看着他 纪云 那天把剩余的化学试剂 倒在水槽的人 究竟是谁 你我心知肚明 柳如烟冲过来 挡在纪云前面 沈瑞 你没有证据 就不要胡说 我拿出一个忧盘晃了晃 纪云 你以为实验室炸了 摄像头都炸烂了 没有人会知道真相 你忘记了 对面实验室有摄像头 刚好我们两边都是玻璃墙 他们正好可以拍到 谁拿了试剂到水槽道 还好他们玻璃被炸毁了 但是摄像头没有炸烂 他拍到了事情的真相 否则 你以为我来学校干什么 就是为了拿到 对面实验室的监控资料 这里面就是当天的真相 话音落地的片刻 纪云瞬间慌张起来 他看了一眼柳如烟 又看着我 沈老师 柳如烟看着纪云的表情 他脸色变了 他伸手 想抢我的U盘 被我逼过 怎么还要毁灭证据 我怎么可能不背负 你想这个 有什么用 纪云拉着柳如烟 刘老师 你救我 救救我 你求求沈老师 能不能放过我 要是学校知道真相 肯定会处分我的 我 你和你的刘老师诬陷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 你们俩想放过我 纪云突然往地上一跪 沈老师 我错了 我当时是在想别的事情 我分了心 所以把几款事迹 直接往水槽道 没注意看里面的成分 我不是故意引发爆炸的 你要是把这视频给校长 我的前途就没了 我甚至毙不了业 老师 我求求你了 我当时就害怕极了 所以我才说是 老师到的 我错了老师 柳如烟 沈瑞 你别太过分了 纪云都跪着求你了 你还紧咬着不放 你想怎么样 我笑了 跪着就可以得到原谅吗 你们俩要回我的名声 和事业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后果 柳如烟 你威胁我的时候 也从来没想过 我被毁了以后怎么办 你只想着 如何让纪云逃避责任 围观的学生快炸裂了 不是吧 真相大反转了 这小子干得挺绝 自己干了 还敢往老师头上扣帽子 刘老师不是沈老师的太太吗 怎么不帮自己老公 帮一个学生做假 你不知道刘老师和纪云的事 不知道的 都以为他俩是一对 做得一点都不藏着掩着 我看着被围观的学生 还有很多人拿手机正在拍 我笑了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你把离婚协议签了 我就把U盘给你 柳如烟 好 一把抢过离婚协议 在上面草草签了字 丢给我 把手伸过来 U盘给我 我收到离婚协议 把U盘小心地放在他手机 希望你看到里面的内容 别失望 我离开的时候 看着旁观的同学 掏出手机 同学能把拍的视频给我一份吗 加好友 收视频 一气呵成 然后把视频发给了负责调查的主任 我回转身 看着拿着U盘正高兴的两个人 对了 柳如烟 忘记告诉你 你的小男友 因为他搞出的爆炸太厉害了 对面实验室的摄像头也炸坏了 所以没有视频 他们两个愣在那里 柳如烟尖叫 你骗我 季云 这U盘是不是实验室的视频 我是教你如何遵守实验室操作的视频 你好好学习吧 如果学校不开除你的话 你还有机会 说完的 晃晃手里的手机 毕竟我现在手机里的视频才是证据 你刚才跪在地上自己承认了 说完 不转身离开 再也不看他们一眼 后面传来季云的声音 我怎么办 老师 你救救我 和柳如烟安慰他的生命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是负责 我差点失去的生命 和差点被毁掉的事来 现在 只是刚刚开始 我和柳如烟的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没有什么签不清的 办完手续 她直接收拾了她的东西 要搬到她名下的房子里 她环顾四周 看着我 红了眼睛 沈瑞 我没有想到 我们的婚姻会走到这一点 天天跟学生在实验室亲亲我我 能不走到这一步吗 我 因为两个人的婚姻 一直有第三个人挤在里面 当然不合适 柳如烟仿佛被人戳中心事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们感情不合 性格也不合适 你能不能不要把错推给别人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 我沉默 还需要说什么呢 任何的问题 她都会指责 都是我的错 我已经解释的累了 我不想再做白费力气的付出 她收拾好行李 看着我 夫妻一场 能送我一下吗 我倒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开车把她送到了她房子楼下 在楼下 我看到了等番大李柳鱼 穿着牛仔裤 卫衣 青春洋溢的让人羡慕 柳如烟满是得意的炫耀的 我说了不用她 她还非得下楼来搬东西 就怕我累着 真的是 难怪要我送她过来 原来在这得着血脉对我看 她说 以后再找女朋友 你要学着会哄人 你这样的性格 谁和你结婚久了 都会离开你 我冷笑一声 难道从前我没有哄过她吗 一起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时候 大家经济都紧张 每个月我都会存下三分之一的钱 给她买礼物 不说这个 她这些年的实验成果 哪样又没有我在身后 帮她把关呢 现在到前 我不会甜言蜜语了 我不想再多说 打开车门 你自己 把自己过好再说吧 柳如烟 我奉劝你一句 别太厉害了 柳如烟哼了一声 她马上要毕业了 到时候 我们会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你等着瞧好了 我会幸福美满一生 你就跟实验师过一辈子吧 然后下了车 纪云跑过来 轻搂着柳如烟的肩 看着我说 沈老师 要上去家里坐坐吗 柳如烟捶她一下 家里还要收拾 倒什么乱 再不收拾好 今晚不许吃饭 说完 俩人搂搂抱抱着走了 看着柳如烟的背影 我突然一阵心酸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柳如烟开始变了 不再爱我 嫌我不板严肃 没有生活情趣 也不会说软化哄她 慢慢的 她聊天的时候 渐渐出现了 纪云这个人的名字 从开始对她的粗心 大意到抱怨 到后面慢慢的欣赏 好几次做实验到半夜 她说 睡在学校老师宿舍了 我也没注意 一直到有一天 我去她的宿舍 看到了 她忘记锁上的抽屉里 有一盒B度蕾丝 而且是开封过的 我的头瘟一下炸开了 我们从来不会在宿舍里亲热 所以 这一盒开封的杜蕾丝 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我当时拿了这盒杜蕾丝 回家质问她 她仗红了脸 你有什么资格 反我的影子 而且 你凭什么说是我出轨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这是小张上个月男朋友来 她让我把宿舍给她住一个月 估计是她留下来 虽然把话圆了过去 但是毕竟 在我心里留了一根刺 直到我看到 她居然帮纪云写论文 拿我的实验数据给纪云的时候 我知道 那个人一定是纪云 我当时特别愤怒 你这是 在作弊你知道吗 纪云为什么自己不去做实验拿数据 所有同学都在努力学习 只有她 柳如烟一名的坦然 我让她最近帮我整理资料 这个数据 你论文也用不上 给她用一下 什么关系 你不要永远都是这么自私 用这种心态去看每一个人 这样的人 是不适合这个社会的 你落伍了 她的理所当然 让我心凉 这种违背失德的事 她都做得得心应手 两天后 纪云承认 因为自己操作不规范 导致实验室爆炸的视频 被人发到了网站上 同学都炸开了锅 这样的学生 也能在学校继续深造当研究生 这不是把学生的生命 拿来开玩笑吗 而我因为视频 而成为了受害者 学校专门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安心休息 休息好了 就马上回去教课 毕竟狮子一向紧张 少了谁都忙不过来 同学们开始抵制纪云进实验室 要求学校严肃处理纪云 柳如烟急得不得了 到处找关系求人 因为她平时表现的还是不错 也有人帮她找了下关系 全身生生的把纪云保了下来 没有开除 但是寄过处理 全校通报 而且听说柳如烟作为导师 也被做了处罚 要求她要监督纪云的每一次实验 确保操作无误 纪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在见到他的时候 他依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毕业论文的实验 听说没有人愿意 和他一组这样 他要做的实验可就多了 还没等到我回去上课 系主任又找到了我 要我赶紧回学校一趟 原来纪云的毕业论文的实验数据非常好 被系主任点名表扬 而那组数据和课题 被我的学生看见了 他们几个人提出了质疑 他们说 这是沈老师做的实验 这组数据因为非常完美 他在我们实验小姐拿出来 老师没有在课堂上讲过 这个只是小组几个人知道 他们翻出了微信群上的小组讨论记录 数据 照片 我的小组点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证明了 这些实验数据是纪云抄袭的 这个数据没有在课堂上公开过 只是小组的四五个同学知道 他们都是我带的研究生 知道严重型 没有外传过 那纪云是从哪里得到的数据 我到了学校 看了资料和论文 我确定那确实是我做出来的实验结果 我找出来我的实验时间 记录 后来看到我坐在那 而桌上摊开他的论文 圈起来的数据 脸色刷得变得惨白 系主任看着他 严肃地说 纪云 你现在本来记过的 你最好老实说 你的数据哪里来的 要是你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 谁也保住你 纪云腿一软 他坐在沙发上 哭丧着脸 主任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指着数据问他 这个数据你从哪里来的 系主任拍桌子 你最好实话实话 纪云一挺背 竹筒倒豆子的全说了 主任 这个数据 是刘老师给我的 他说 是他以前做过的实验结果 可以给我用 让我自己有空 再补做一次实验 了解一下过程 主任 我没想造假 是刘老师叫我这么做的 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学生 我能怎么办呀 老师叫我用我就用了呀 门从外面推开 门口站着一脸灰败的柳如烟 眼睛含着泪 看着纪云 纪云 你说什么 什么叫我叫你造假抄袭 我让你用你就用了 是谁一直求着我 让我想办法拿论文数据 否则闭不了业 现在全成了我的错 是我逼你的 你是怎么说的出口的 纪云站起来 过去可怜巴巴看着他 对不起 可是我不能闭不了业呀 老师 你帮帮我 我差点没笑出来 柳如烟找的小男友真可爱 有事就是女朋友帮忙 口头禅都是你帮帮我 怎么办 求求你 柳如烟这下 可以好好享受 被人利用架上 上考的感觉 因为柳如烟和学生 一起学术造假 学校必须严惩 以正校风 在等学校处理结果的时候 柳如烟给我打了电话 沈瑞 能不能拜托你和校方说一下 就说那个实验室 我们俩带着纪云一起做的行吗 我笑了 想的美 我说 柳如烟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背着老公和男学生逛街约会 现在出了问题 你居然还能提要求说 你们和我一起做的实验 你的脸怎么这么大 柳如烟哀求道 纪云知道错了 他回来一直求我 如果学校追究下来 他的前途就完了 你忍心吗 我一字一句的回答他 我当然忍心 难道有人 抄袭我的数据 我还要表扬他 你可真好意思提要求 柳如烟 你但凡要点脸 都说不出这个话 柳如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说道 如果你愿意说实验 是和我们一起做的 我愿意和你复婚 我差点没恶心吐了 柳如烟 你还以为你是什么相伯伯 我还在求着等你回头 你等着 我马上和校长打电话 说你要收买我 和你一起作假 我电话有录音 他柳如烟挂当了电话 学校处分下来了 柳如烟作为老师 和学生一起论文学术作假 影响恶劣 学校决定辞退柳如烟 从此学校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 而纪云 读研究生期间 不用公读书 实验操作失误导致爆炸 毕业论文学术造假 抄袭老师的实验数据 学校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 处理结果一出来 学校的学生纷纷表示赞同 谁学习不是寒窗苦读 要是弄虚作假 被认真读书的人士多不公论 我的学生毕业的时候 我请他们吃饭 酒饱饭足的时候 有学生开始聊八卦 哎 你们知道那个纪云 现在怎么样吗 我那天去应聘到的那家公司 我居然发现 纪云居然在里面 做一个接收文件的助理 听说他找工作都找不到 谁会要一个被学校开除的人 一定是人品出了问题 才会被开除 这档案都有 谁要啊 沈老师 你现在有刘老师的消息吗 我沉默了 因为我刚见过柳如烟 他跑到我家来读我 我看见他都愣了一下 以前衣着光鲜 喜欢化妆和穿裙子高跟鞋的柳如烟 居然穿着一件 很普通的长袖T恤 头发胡乱的扎着马尾 脸上没化妆 素脸看着整个人 憔悴的老了十岁 他近来坐在客厅不说话 我 你找我是什么事 总不会是为了坐在这里发呆吧 柳如烟看着我 固然拉着我的手铺 沈瑞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怎么这么笨相信 一个小男生的话 他都是利用我 我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就想甩了我 我还以为他对我是真心的 我每天做梦都梦到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恋爱刚结婚的时候 这么幸福的生活 全都被我毁了 沈瑞 我今天来是来和你道歉的 沈瑞 我们能不能重头再来 我一把扯出我的手 开什么玩笑 我才不跟着他发神经 我很坚定的说 柳如烟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感情已经是过去式 你既然选择了季云 你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柳如烟哭着喊着 他打我 我现在找不到工作 他居然说我人老猪黄 让我不要耽误他 我不要再回去和他一起 如果你不原谅我 不要我 我就死给你看 说完他一把冲到窗前 对着窗户威胁 我要跳下去 我看他是彻底发疯了 走过去帮他把窗户打开 冷冰冰的说 跳吧 17楼不会有制裁的风险的 柳如烟崩溃了 你还是不是人 你居然叫我跳下去 我 不是你自己要死吗 怎么是我叫你跳呢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家演戏 你有这经历 不如去找季云演 柳如烟哭着蹲下去 我找不到他 他连家都不回 他那天是哭着离开我家的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他 我最后一次得到他们的消息 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 季云在他们公司 很快地认识了老总的女儿 他凭着一张脸和油嘴滑舌 居然把老总女儿哄得团团转 结果在某天下班 和老总女儿去约会的时候 被找到他的柳如烟 堵在了公司大门 把他鸡飞堵掉 柳如烟抓着季云 在他们公司大堂吵了起来 季云 我为了你离了婚 丢了工作 你现在不回家 背着我勾搭别的女人 你这个疯女人 是你要我做假 害我毕不了业 我们早都分手了 你少来纠缠我 你害我身败名恋 你想分手 你想得美 我和你至死方向 柳如烟完全没有了 和我在一起时候的知性美丽 现在只向一个骂鸡的泼妇 季云恨恨甩开他 想拉着老总的女儿走 老总的女儿倒退三步 别靠近我 你这样的渣男我才不要 明天开始 也不用再来公司上班了 然后看着旁边的保安 命令道 明天这个人 不允许他再进公司大门 说完 转身潇洒地走了 季云解这要疯了 拖着柳如烟出了公司大门 俩人互相骂着 打着离开了 像一对怨偶互相厌恶 但是又撕扯不开 只能生死纠缠 大学百年校庆时 我作为杰出校友 被母校邀请参加庆典 发表讲话完毕后 带着我新婚的妻子 手牵手走在校园里 她是我现在所在的学校 教文学的老师 对我的本科生活十分好奇 我边校边 跟她谈论一些趣事 走到教学楼前 我们突然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柳如烟 她穿着校工的衣服 拿着扫把在打扫卫生 面目无光 整个人败落下去 看到我的时候 她想上前 却在看到妻子的 瞬间退了回去 不知道柳如烟现在怎么想 妻子却认出了她 拉着我转身就走了 我握着她的手 郑重承诺 绝对不会跟前妻 有任何牵扯 她笑得比春花还好看 管你有没有牵扯 反正你要是敢在实验室 跟学生拉拉扯扯 我连扫垃圾的机会 都不会叮 我默默一笑 牵着妻子的手说 带你去一个地方 走到最浪漫的梧桐道上 我亲了亲她说 这是最浪漫的一条路 牵手走过去的爱旅 都会被祝福 妻子笑得开心 娇笑地说 那我们牵着走几个来回吧 要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我说 好 全文完了